阿嬤前兄背著一歲孫女 騎在砂石車右方 但兩秒鐘後 駕駛開到路中 只見機車已經倒地 被沿路往前推撞 祖孫娘倒地 遭碾壓不幸 蠶死輪下 你有看到那個人來嗎 他是在超車到你前面 當時肇事的張姓駕駛 嚇得一度說不出話 公稱根本沒看到祖孫二人 但人被一過失致死罪送半 三年前在台北士林 中正路和延平北路五段口 發生砂石車碾壓祖孫的死亡車禍 但事後肇事的砂石車駕駛 獲得不起訴處分 原來檢察官勘驗 事發監視器 發現陳姓阿嬤 本來行駛在砂石車後方 疑似想要超車變換車道時 不慎往左偏移 導致砂石車閃避 不及從後方追撞 被告出推撞八秒後 消失在監視器鏡頭 而根據台北市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結果 也認為這起車禍 是因為被害人往左偏移 沒注意其他車輛導致 張姓駕駛並無肇事責任 因此檢察官依罪嫌不足 予以不起訴處分 那如果有一些 其他的監視器的畫面 或者是有行人等等的 可以來證明說 當時事故發生的情況 這個時候 這個車輛鑑定委員會認為說 這個砂石車的司機 他並沒有照折 以食物的經驗來看 是比較罕見的 過失制止車禍 造勢者或不起訴相當罕見 也由於被告被認定 無造勢責任 就連家屬提出了民事訴訟 求償三百萬元 都被駁回申請 到後續死者家屬 恐怕還會申請在意 紀新文以卡與張欽晨才有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